你好老哥,看需要点啥 你好老板 你好 哎呀,今天发了一笔小菜 重贺摊旗啊 重贺摊旗 我弄了一堆一千多年千里千 一千多年千里千 应该是宋代 宋代,你还看呢 宋代的话应该是以通签为主 通签为主,那都是通签啊 这给发菜有啥管理啊 给发菜有啥管理,发大菜的 不是,你讲讲呗 那些都说了 咱们是吧,我想想 一个老头卖通签的都知道 我还上他去去淘宝回去 我拿回车,他说了这一千多年年的通签 我要一百块钱一个 这一百块钱一个,确实他说的不加 是嘞吧,讲紧这个是 我给你讲啊,你讲 我这人口菜比较好 他给我要一百,我给他高价 高到二十一个 二十一个 二十一个 然后呢 二十一个 对啊,我知道啊 然后呢 这支一百的,我二十一个拿下了 这不是发小斋吗 这支一百 谁告诉你这个支一百的 老头啊 一千多年年的东银不值一百吗 每个东银都有他的市场买价 这个东银是支不了一百的 支多少啊,八四 给你看一下吧,你这都是甲缘幼邦 老头说的话不加 确实是宋朝的,是北宋的 确实你现在将近一千年了 咋是吧 都是整的 十两 一看整,一看着都整的 那一看你说的对 但是一一看你应该都是港主门 你甚至应该不了解这个铜键 或者说铅笔之类的 嗯,啥事? 这个是一千多年的东银 因为党时的宋朝啊,组装量很大 每年都法性几百万呗 平均都在三百万美以上 而且啊,他的党时宋朝经济特别繁荣 嗯,经济特别繁荣呢 这些东银就很堵 就像你如果看新闻的情况下 因为他这个确实是一千多年间的东银 但是一瓦头是寄盾寄盾出来 你啥意思啊? 就是,竹招量太大 手上二十页 又不知哪一页 对,手上二十页物以喜为鬼 一瓦头来寄盾寄盾 你想一想 而且你这个二十块钱一个也确实卖高了 这个宋天啊,他有点就是这样吧 你这宋天整体品价还不错 整体品价还不错 没有什么餐渠 没有什么理 我讨厌 有辣的,我肯定不要啊 那你这二十块钱一个太高了 你这个市场卖价的话 嗯 你手价一般是不超过三块钱的 三块一个 干干 那我现在卖给你最多也都三块钱一个 两三块钱 你要卖给我的话两三块钱一个 那歪了 那你说那我不大赚不着钱 我得赔啊 你这是白买要赔的 我的天啊 我给老婆 我不用我得找老婆 我给他买两块眼 他给我便宜了 我给他买两块眼 他说的一百块钱一个 一百块钱一个 我想我咋免费了嘞 结果叫他 叫他叫我弄进去了 我得给他找他 没有没有没有 我给你讲一下老婆 你这都是甲 甲院 幼包 几包都差不多 这个手价 人家 物以喜为贵 太多了不行 太多了不行 太多了就没什么价值了 我得去找他呀 手价啊 你想想满大姐的东西 怎么可能贵呢 好 这东西是不佳 但是价值不高 我去找他姐 谢谢谢谢 好好好 慢着老婆 这不容易